在国内的有名的女主持理念,可以说董卿的影响力最大了,知名度也高,但是,这也是董卿在央视一直苦苦付出的结果。 在央视的人脉资源,都是自己一点点积累而来,但是,每一个风光的人物背后,都有自己历经仓房的苦难过程,又值得回忆的,也有不愿意想起的。 董卿在央视一路走来,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顺畅,也是遇到众多坎坷的经历,其中一件就是和赵忠祥有关系。 在播音方面,赵忠祥可以说是一把好手,天赋极佳的人物,他也获得过众多人的崇拜。